而高雄这边这小偷非常的夸张 连续四次去偷人家红色的安全帽 他就到一间铁工厂偷取铁条 邻居募集整个过程用手机拍了下来 而且还帮他取了小红帽的绰号 因为他戴的这个红色安全帽非常的明显 警方不到几天时间就将他逮捕到来 邻居用手机拍下头戴红色安全帽的小偷 他潜入人家家里 来来回回搬了好几根铁条 钢片甚至还有马达 光天化日下大胆投东西 全程被募集 最后邻居偷偷报警 每次都戴安全帽犯案 小偷被邻居戏称为小红帽 前几次他偷铁条被屋主发现 立刻绕跑找不到人 这回警方依照这个明显特征 终于把他逮到 打零工为生那整个就一天一两百块的这个薪资 根本不符他 他的这个支出来使用 因为吸毒缺钱挺而走险 小偷说他万万没想到 他最钟爱的红色安全帽 竟然成了警方百人的线索 记者王玉成成为君高雄报导